本屆奧運會我國羽球隊力爭上游 混雙組合陳秉順和吳柳瑩殺入決賽 作亞望冠 南雙組合陳衛強和吳衛生也一路過關斬將晉級半決賽 有望為我國增添奧運獎牌 羽球總會技術總監弗羅斯特認為 國家隊當下氣勢如虹 狀態大好 只要混雙組合和南南伊哥拿都李宗偉正常發揮 摘下兩面金牌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雙位組合在五國時間昨晚的八強賽苦戰三局 逆轉世界第一的韓國男雙李龍大和劉炎欣殺入四強 弗羅斯特認為雙位面對龍星組合能夠反敗為勝 確實出乎意料 這名總教練認為國家隊如今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所謂欠的就是球員在賽場的穩定度 弗羅斯特認為只要男雙 混雙以及男單選手能夠沉穩應對 絕對有可能在里約奧運創造國家歷史 雙位組合在剛剛十分鐘前上場 對陣中國組合 柴彪和宏偉 爭奪決賽資格 伊哥李宗偉則會在明天傍晚七點半的八強賽 迎戰中華台北選手周天成 爭取晉級四強 至於墮藥旺冠的混雙組合 則會在明天深夜十一點半 和世界排名第三的印尼混雙組合 阿末和利益雅納爭奪金牌